一打开房间门就可以闻到微微的像是柠檬与柑橘的香味 马上就让身心感到舒适 这就是马告的香味 专业调香师陈炫良表示 马告的香味也就是森林的气味 现在透过饭店业者的合作 可以带入房间内让游客亲自体会 那我们今天以永续当出发点 我们把马告的味道延续变成一个马告主题房 那这次马告主题房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除了主题房之外 全部的洗目系列产品都是用马告系列的延伸 然后再来还搭配了马告餐 那这个部分里面含有一个刚刚很重要的 就是集团支持跟我们品牌一直支持台湾的公益 那我们希望透过消费者喜欢的话 可以购买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到公益回馈 回馈给部落端的小学当晚餐 及文化生根食用 为了推广部落新兴的马告香氛产业 调香师连结了日月坦伊达哨地区的饭店业者 除了将马告香氛引入到房间内 就连洗浴用品也加入了马告精油 业者希望借此合作 能够与部落产业得到双赢 尊荣马告套餐 然后就特别用了马告的一些料理 香味然后跟它的食材进到我们的料理里面 那我们当然这是绝对的面糊剂 那我们这主要的目的跟我们的想要推广 就是联合我们在地 然后使用我们在地的一个马告的一个香氛 把我们森林的味道带到我们的客房里面 未来包括未来的 我们这次是先初步的是采用我们的香氛体验房 未来我们也会逐步的推广到我们每一个客房 这样会更能帮助到我们的部落 马告在专业调香师陈绚良运用 转变为香氛原料之后 提高了马告的使用地位与价值 现在连接日月潭区的饭店来进一步推广 希望可以提升用途 也能够帮助部落的马告产业 记者蔡世奇与池香采访报道